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二手器材交易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现象 不知道这个视频留不留得住 以防万一大家可以先点赞关注一波 咸鱼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可以说它就是一个二手版的TB 以前的咸鱼都是一群爱好者 在平台上置换器材 用更少的钱来享受体验不同产品的乐趣 到后来逐渐开始有很多商家发现了咸鱼系统的漏洞 或者利用了二手交易的特性 通过所谓的二手交易的规则来规避七天无理由 售后质保等等的成本 或者说搞起了乱价或者炒作的操作 之所以可以低于限价出售商品 也是因为这个渠道的交易成本本身就比较低 可以说在咸鱼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比拼心系还要不靠谱的平台 因为这些卖家基本上是不受约束的 不过说的好听点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买卖 平台不治理也无可厚非 但是另外一种操作就比较迷惑了 也就是某些商家的引翻身之术 同一个宝贝在同一个仓库里 通过不同角度的图片资料不同的账号 一个宝贝就变成了N个宝贝 那么在一个宝贝总量有限的二手交易平台上 这样无疑是无限放大了它自己的曝光机会 又一次资本用原始野蛮的方法战胜了我们普通人 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卖家很少曝光的机会 只能以较低的价格来换取成交的机会 就以家人的50毫米F1.2EF这个镜头为例 在咸鱼上3127至少有不下10个链接 还没有玩对摄影和器材感兴趣伙伴 你确定不点赞关注一波吗 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就是咸鱼优品这个频道 又是一次二手头部公司与平台的强强联合 提供镜头的一年质保和全面的检查报告 不过早期的鉴定报告里 可以直接看到平台委托的代理鉴定机构 现在好像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这个机构貌似和新销商 有着种种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我也没有证据啊 我也不能乱说啊 只能说这个平台给了头部企业 一个信任的背书 至于有没有好好做 已经没有人可以去监管了 以上就是我最近在咸鱼上发现的一些现象 我自己不做二手贸易 所以本质上和我没有多大关系 也就想帮大家避避坑罢了 我是能拍护士气书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别忘了一键三连哟